今天是2020年2月18日星期二 欢迎收看今天的收听节目 我们说现在A股的市场情绪真的是有点太亢奋了 今天在外围市场一片下跌的氛围中 A股几乎就是一枝独秀 那眼下这波持续的反弹会一直走到什么时候 或许没有人会知道 我们一直认为股票市场不单单是需要投资者 也需要投机者 不过无论你是投资还是投机 我们心里一定要清楚 这次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还在继续 并没有结束 疫情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也还没有真正体现出来 而这个影响后面一定会反映在A股上 这波A股的行情不是上市公司基本面催化的 而是春节以后管理层为了安定市场释放的巨量流动性所催化的 所以对于每天排面的一些细节 我们一定要多加留意保持一份谨慎 那回到排面 我们看到今天A股的持续亢奋 让我们仅仅只能从分时图上看到调整的样子 互生三大指数 上证指数 深圳成指 创业版今天依然是创出了阶段新高 其中领涨的创业版今天是报酬在2170.95点 涨幅是达到了1.15% 涨幅相对落后的上证指数 今天下午也是油绿翻红 最终是报酬在2984.97点 全天是上涨的0.05% 成交量方面我们看到今天A股也是再度爆出了9799亿的大量 那么在涨跌停方面 今天扣除科创板和ST以后 互生两市涨停板加数一共是134家 A股是继续着白股涨停的格局 需要注意的是 今天的跌停板有两家 分别是薄信股份和电升股份 基本上都是属于一个高位强势杀跌的情况 所以对于前期涨幅较大的题材股 尤其是那些没有基本面支持的个股 我们一定要保持一份警惕 不能盲目追高 那么在今天中午的五评节目中 我们提到了今天下午要特别留意卓孙威和秀墙股份的表现 那我们现在就来一起再看一下 首先是秀墙股份 我们看到今天秀墙股份最终还是被封在的涨停板上 这也是秀墙股份连续第11个涨停板 如果我们没有记错的话 去年以来 A股涨停板连板高度最高的应该是市北高薪的12连板 从今天秀墙股份的表现来看 我们认为秀墙股份应该不会超过市北高薪12连板的记录 所以一旦后面秀墙股份结束连续涨停板 那么这意味着对于前期题材股的炒作 特别是对于那批没有业绩支持的题材股来说 可能将会迎来一波明显的调整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今天下午 卓胜威是一度冲击涨停板 最终收盘是报收在525元 涨幅是达到了9.83% 而525元的收盘价 也是一举突破了卓胜威之前的400元到500元的一个相提调整区间 上周四的节目中我们提到 当天卓胜威的一根放量阳线 或许预示着卓胜威持续的4个月的调整即将结束 在卓胜威的日K线图上 我们看到从上周四以来 卓胜威的成交量是出现了缓步缩减的情况 同时换手率也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缩小 从上周四的13.38%到今天的7.37% 连续拉出四根阳线 换手率降低 成交量缩窄 这显示出资金在卓胜威上有一定的锁仓迹象 对比同样是突破长时间相提调整区间的宁德时代 那么卓胜威能不能成为第二个宁德时代 带领创业板继续走强 将会是我们后面需要去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 对于科技股和创业板后面的走势 我们可以将卓胜威作为一个风向标来进行一个趋势研判 另外作为目前A股股价最高的科技股 如果卓胜威可以持续走强的话 那么它将改变市场资金支撑的炒作方向 从题材股重新回到以半导体和芯片股为主的核心科技股上 并且卓胜威的持续走强将会有力的提振一批中高价科技股的走势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农户宝数据 今天主要获得机构资金增持的一共有9家 分别是 第一家精锐股份 中国内地的光客胶领军企业之一 连续三天数据显示 机构席位是累计增持了1382万元 第二家石英股份 一家半导体石英材料企业 连续三天数据显示 机构席位是累计增持了2.12亿元 第三家 升康夹A 目前也具备国产芯片概念 今天同样是获得机构席位增持 6615万元 升康夹席位也同步增持了1555万元 最终合计是获得机构资金增持 8170万元 第四家 荷尔泰 功率半导体生产企业 今天是获得机构席位增持 7417万元 升康夹席位也同步增持了 2415万元 最终合计是获得机构资金增持 9832万元 第五家 火炬电子 被动元件概念 连续三天数据显示 机构席位是累计增持了 1.07亿 第六家 共进股份 5G概念 连续三天数据显示 机构席位是累计增持了 4297万 不过 护股同席位则是累计减持了 1794万 最终以后 最终合计是获得机构资金增持 2503万元 第七家 中国保安 石墨烯锂电池概念 今天是获得机构席位增持 7124万元 深谷通席位也同步增持了 9568万元 最终合计是获得机构资金增持 1.67亿 第八家 海南海药 防疫类概念 今天虽然股价是下跌了 4.35% 不过机构席位则是 逆时增持了 1654万元 第九家 星期六 网红概念 今天同样是获得机构席位增持 6729万元 那么从今天龙户宝数据中 我们可以清楚看到 市场资金正在从前面的炒防疫类概念 炒特斯拉锂电池概念 转向以半导体芯片为主的核心科技股上 我们说一旦市场资金重新回到核心科技股这块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去重点关注两个方向 第一个就是半导体行业的去美化 另外一个就是华为概念 我们说虽然中国内地的疫情还在继续 但是中美之间的冲突并没有消失 中美之间从贸易战衍生到科技战的情形 也还在继续 所以去美化仍然是核心科技股中的主线之一 另外最近华为即将举行新品发布会 这使得华为概念股也可能会有一定的触发机会 今天我们看到华为概念股的龙头 尘埋科技就是一个强势的找听板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北上资金 今天北上资金是禁流出26.5亿 其中互股通是禁流出23.6亿 深股通则是禁流出2.9亿 我们说今天北上资金和大盘指数的这种背离并不常见 所以这也提醒我们在操作上需要时刻保持一份警惕 另外今天北上资金禁流入超过一个亿的个股 只有京东方A是禁流入3.5亿 另一方面今天北上资金禁流出前三名的则是 格力电器禁流出3.3亿 中国平安禁流出3.1亿 贵重贸台禁流出2.5亿 从上面数据我们可以清楚看到 今天北上资金禁流出前几名的都是典型的蓝筹股 而今天唯一一个禁流入超过一个亿的则是一档科技股 另外今天京东方A全天78.87亿的成交金额 也是排在了互生两市成交金额的第一名 所以这些或许都预示着市场可能重新回到以核心科技股为主线的基调上 最后我们简单总结一下目前的操作策略 对于A股我们后面要重点关注两个方向 第一个是成交量的变化 第二个就是卓胜威的走势 我们说只要卓胜威可以持续走高的话 那么它对于核心科技股的带动效应就会非常值得期待 选股方向上我们可以关注半导体集成电路 以及华为概念的相关个股 那么这是今天的收评节目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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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